公元220年是个不同寻常的年份 这一年东汉灭亡 魏国建立 同时大批重量级人物的相继离去 也在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同年继曹操和夏侯顿之后 魏安乡侯承玉也在洛阳去世 终年80岁 承玉是曹操身边的重要谋臣 也是曹魏立国的功勋元老 承玉晚年很少跟随曹操出征 而是负责留守夜城 辅佐太子曹操监果 因此与曹操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 听闻承玉去世 曹操痛哭流涕 追赠其为车骑将军 十号肃猴 当年曹操身边志际百出的五大谋士 至此只剩了贾许一人 继219年底关于死后 步入灰暗的220年 刘备这边也是噩耗评团 8月后将军黄中去世 同年上书令护军将军法正 在成都染病去世 年纪45岁 法正自孝直 出生于浮风眉县的一个官宦世家 祖上是战国时期齐国的君主 齐相王田法张 秦始皇灭掉齐国之后 田法张的子孙不敢再称田姓 因此改为法姓 并牵制官中去住 法正的曾祖法雄 官至南郡太守 祖父法正正是明冻一时的保学之士 父亲法衍曾任司徒院 庭位作奸 公元196年初 官中爆发饥荒 20岁的法正便与同乡孟达 一起南下投靠了刘章 虽然自诩满腹才学 又顶着明氏的头衔 但法正却并未得到刘章的重用 几年后才勉强做到了新都县令 后又被召回成都任军役校尉 刘章毫无开拓进取之心 满脑子不是自保 就是盘算着怎么把益州卖个好价钱 再加上法正性格偏狭 雅兹必报 很多客居川鼠的眉线同乡 都说他品行不好 因此法正在刘章手下待了15年 始终郁郁不得知 除了同样不受重用的孟达 和益州别嫁张松 法正在成都甚至都没什么朋友 公元208年 窝了一肚子火的张松 从荆州回到成都 他劝说刘章与曹操断绝关系 转而同刘备结盟 刘章当即同意 并让张松物色一人出使公安 于是张松便举荐了法正 此时已33岁的法正 早已是心灰意冷 因此一开始还不愿意去 但架不住张松的一再请求 最后只好心不甘情不愿的 登上了东晋的快船 可当法正一见到刘备 才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才叫相见恨晚 刘备竭尽所能的招待 给予了法正 史无前例的满足感 刘备有理想 有报复 待人和善而真诚 法正则有才华 有谋略 渴望得到一个翻身的机会 因此短短数天时间 两人便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回到成都后 法正向张松称赞刘备 有雄才大略 两人私下秘密商议 打算拥戴刘备做益州之主 只是暂时还找不到合适的机会 就这样又过了两年 公元211年 刘章听闻曹操要领兵征讨张鲁 因此惧怕曹操吞并汉中后 再谋夺益州 张松趁机劝说刘章迎刘备入术 于是法正再次被任命为使者 与孟达带着4000兵士 和巨额的财宝物资 去迎接刘备 可一到江岭 法正便暗地里对刘备说 刘章懦弱 张松又可以做内应 以您的英明才干夺取益州 成就功名大业 不是易如反掌吗 刘备深以为然 很快便率兵入川 驻守在加盟馆 自此法正正式成为刘备的谋臣 在位回到刘章身边 一年后 刘备与刘章决裂 张松也因通敌被杀 刘备开始向成都进军 当时刘备的前锋 黄忠和卓英尚未渡过福水 益州从事政度 便对刘章献计说 刘备孤军深入 在益州没有稳定的后方基地 军需粮草也准备不足 因而只能以战养战 您可以下令将巴西一带的粮仓 和田地里的庄稼全部烧掉 并将百姓们驱赶到福水西岸 我军则沿河岸修筑成房 深沟高垒 坚守不出 刘备无处抢掠粮草 不出百日便会自动撤退 到那时我们再出击就能将刘备活捉了 很快 郑渡的这条尖闭清野的绝户记 便传到了刘备的耳朵里 刘备感到十分忧郁 因而询问法政的意见 法政却自信的回答 刘章不会采纳郑渡之计的 您不必担心 不久 成都传来消息 刘章果然对布下面说 我只听说过抗击敌人 是为了保护百姓 从未听说用迁徙百姓的方法 来躲避敌人的 因此正度的计策 不但未被采纳 他本人还当即给刘章免了关 当时刘备作用旁统和法政 这两位顶尖的作战参谋 因此兵力虽少 仗却打得游刃有余 自信非凡 很快便包围了洛城 当时所谓洛城的是 刘章的长子刘荀 为了尽快让刘章现成投降 法政亲自写了一封信 派人送往坑都 信中说 我知道你恨我 但您身边都是些 阿谕奉承的小人 他们不能准确 估量战场的强弱形势 还是让我帮你分析分析吧 如果您想以持久战的方式 消耗刘备的粮草 那您就错了 我们的粮草现在很充足 如果您想靠广大的土地 来取胜的话 那您也错了 现在刘备已经成功占领了 一周一半的军线 如果您想靠雄冠险爱来防御 那您就又错了 于父和白水官并称一周祸福之门 现在也已是门户洞开了 您又凭什么能扭转局面呢 我劝您早早投降 还能保全自己的性命 这些话法政是真能说的出口 刘章毕竟是他辅佐了15年的救助 可法政就是这样爱憎分明 一旦被他弃之如碧驴 便不再留半分情面 公元214年下 刘备、诸葛亮、张飞、赵云、马超 五五路大军包围成都 蜀郡太守许静怕刘章聚成坚守 伤及自己的性命 便打算翻越城墙出来投降 但却被守城的兵士们抓获 刘章为人宽厚并没有处罚他 刘备占据成都后 很看不上许静这种徒有虚名 不忠不义又贪生怕死的小人 因此并不打算重用他 但法政却劝刘备说 许静确实没有真才实学 但虚名却早已传遍天下 你如果不能理喻他 天下人就会说你轻贱贤 刘备恍然大悟 当即任命许静为左将军府当时 此后刘备对待许静 始终以法政这番话为蓝本 即高高挂起 但不给实权 刘备称王后 许静被拜为太父 为文武百官之首 刘备称帝时 许静被拜为司徒 仍是文武百官之首 连丞相诸葛亮见了他都得叩拜 许静是刘备集团中 唯一一位国家级的名士 虽实用价值不高 但好歹让刘备的政权 少了点草台班子的土味 也算物超所值了 当时刘备刚刚占军一中 急需与本地的士族浩强们建立关系 因此很多人都劝刘备 娶无意的妹妹 吴氏为妻 吴氏本是刘章的三哥 刘茂之妻 十年前刘茂去世后 便一直寡具于家中 在那个年代 娶嫁过人的妇女为妻 并不违背礼法 但问题是 刘备认为自己与刘茂 同为汉皇后裔 算是同族 因此死活不同意 见别人劝不动 法政便对刘备说 论亲叔 您跟刘茂还能比得上 晋文公和晋怀公的关系近吗 晋怀公可是晋文公的亲职责 可晋文公不还是娶了 晋怀公的妻子吗 更何况您与刘茂之间 还不是亲戚关系 果然法政一劝 刘备当即便同意了 吴氏也就此成为 刘备的最后一任正妻 更重要的是 吴氏的哥哥吴义和弟弟吴班 都是东州派中的大佬 他们背后站着的 是刘章手下的原班低息人马 因此这桩婚姻相当于保证了 东州派在益州的政治利益 对稳定刘备初期的统治 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此后 法政与诸葛亮 关羽和张飞四人 获得了同等规格的巨额赏赐 并被败为杨吾将军 领蜀郡太守 姬身进入核心管理层 成为五大常委之一 公元215年底 曹操刘夏侯渊 杜夕张和 徐晃等将领战属汉中 自己返回叶城 此后两年 不断有人建议刘备 趁机攻取汉中 但刘备考虑到自己 在成都立足慰稳 再加上汉中一手难攻 夏侯渊 张和等人 又都是酒精沙场的汉将 因此始终没有同意 直到公元217年底 法政对刘备说 曹操一战 也轻易平定了汉中 但却并未趁势难下 这一定是因为内部出了问题 夏侯渊和张和等人 虽然有些才能 但还不足以 担任统领一方的主帅 如果我们此时北上 就一定能将他们打败 到时您就可以在汉中 囤积军粮 静观其变 伺机而动 上可以消灭贼寇 辅佐汉士 中可以蚕食用粮 开疆拓土 夏可以固守观赛 做长久之计 这就叫天时一道 机不可施了 果然 别人磨破了嘴皮子 也不管用 但法政一说 刘备立刻就又同意了 当即便准备 集结大军北上 事实上 不管是战略 还是战术 军国大计 还是私人事务 刘备都已经对法政 产生了很大的依赖 两个人神似 当年铁了心 要远征物环的曹操 和国家 那是一种偏爱和宠溺 那是一种 充满感性的信任 什么敌强我弱 什么山高路险 你说行就行 说吧 南下还是北上 我陪你 当法政 站在定军山上 看到夏侯渊 急匆匆的赶来扎营时 便敏锐的察觉到 这将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于是他故意舍尽球员 绕过夏侯渊 猛攻张合 又是夏侯渊分兵 然后命黄忠提前埋伏在半山腰 并请求刘备亲自带兵 去烧掉夏侯渊迎前的路角 这是典型的声东击西 加引蛇出洞 果然急躁的夏侯渊上钩了 他仅带着几百人 便出来修补路角 此刻他并不知道 法政正站在头顶上 静静的看着自己 很快 黄忠便遭到了法政的命令 可记忆 于是第一时间从半山腰杀出 夏侯渊当即被斩杀 刘备就这样取得了汉中之战 最关键的一场胜利 这是刘备唯一一次 在正面战场上 斩杀敌军的重号将领 操操在南下支援的路上 听说夏侯渊之死 是法政的计策 于是愤恨的说 我就知道刘备没有这样的谋略 一定是有人教他的 夏侯渊死后 曹操清零汉中与刘备交战 当时渐如雨下 众将都劝刘备赶紧撤退 可刘备却勃然大怒 就是不肯撤 众人见刘备动了肝火 因此都不敢再劝 这时候法政便冲过去 挡在了刘备前面 刘备航武出身 大仗恶仗 历军无数 打极了眼 可能真不怕死 但有了之前旁统的教训 刘备最怕的 就是法政在出现意外 因此赶紧喊道 孝之必见 法政却回答 连民工都要亲身犯险 何况小人我呢 法政知道自己 在刘备心中的分量 因此赶在关键时刻 拿生命要挟刘备撤军 这一招果然奏效 刘备赶紧连连答应 好好好 孝之啊 咱俩一起撤 俗话说 是为至极者死 可对于刘备来说 却是谁都可以死 要死你们死 法政不能死 从公元209年 开始结识法政 到219年 这十年间 刘备所拥有的地盘和兵力 始终处在扩张期 在这期间 只要刘备出征 就必然要带上法政 除了在排兵部阵上 要仰仗法政的谋略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私人感情 刘备算不上正人君子 他既仇 但又重感情 虚伪 却以爱名声 有时候甚至会很情绪化 这也造成了 他与诸葛亮和赵云 这种纯粹的正人君子 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但法政 这种一正一邪的性格 却与刘备颇为头远 两个人同样的不讲原则 也同样是充满了 江湖习气的性情中人 跟随刘备之前 法政在一周憋屈了十几年 看尽了人情冷暖 也受够了嘲讽和白眼 刘备攻占成都后 法政手握大权 衣锦还乡 那些曾经对他有过小恩小惠的人 法政都加倍予以回报 那些曾得罪过他的人 他也都狠狠的予予报复 当年那几个诽谤他名声不好的同乡 也全部被法政擅自诛杀 这与为了一句玩笑话 便怀恨在心 处子后部司马张玉的刘备 性格何其相似 有人知道诸葛亮执法严明 罪恨以权谋子 于是便跑过去举报法政 可诸葛亮却说 当初主公在荆州时 北有曹操的威胁 东有孙权的逼迫 身边还有一位蛮不讲理的孙夫人 那时候主公是真苦啊 天天愁眉紧锁 可自从有了法政做辅佐 很快便摆脱了困境 如今已是泛然翱翔 我怎么能去承办法政 而违背主公的心愿呢 诸葛亮处事公正 为人光明磊落 奉行以严明律法为基础的法家治国路线 他就像刘备请来的职业经理人 治国理政 离了诸葛亮是不行的 但抛开公务 两个人私底下 却很难培养出哥们般的感情 刘备整整比诸葛亮大了二十岁 而法政的年龄却正好 介于他们两人之间 更难得的是 法政与诸葛亮虽然性格迥异 但却相处的非常融洽 三国之中说 他们都能以大义为重 互相取长不断 诸葛亮总理后方政务 足兵足实 法政则随军征讨出谋划策 正是因为这二人始终能紧密合作 刘备才能在短短数年之内 便登上了其军旅生涯中的巅峰 陈寿说法政的风格与郭家类似 二十四年前 巡逾将好友郭家带到了曹操面前 只聊了一会儿 曹操便兴奋的说 能帮助我成就大业的人就是他了 郭家也在走出营帐后 眉飞色舞的说 真无主意 法政也是第一次与刘备见面 便被俘获了放心 法政因为心胸狭窄 公报私仇被人举报 可刘备和杜葛亮却都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不闻不闻 郭家当年也曾因骄狂放纵 品行不佳 而被智书事与时陈群弹劾 曹操则是表面上称赞陈群检举有功 实际上却从不忍心责备郭家 军事上两人同样擅长齐谋 喜欢剑走偏锋 可问题是郭家虽然早逝 曹操还有寻忧和假许 法政一死 刘备身边又有何人能够替代 事实上单论战术水平 黄泉和马良倒不一定比法政差多少 陈寿也曾在三国治理说 杀夏侯渊聚汉中皆全本谋也 意思就是汉中之战的计策 都是黄泉最早提出来的 但人们往往能看到黄泉的能力 却忽略了他和马良包括诸葛亮 与刘备之间的关系都远不如法政亲密 否则就算强大如居兽 事事料敌于先 可袁绍却充耳不闻 这又有何用 法政能让刘备对自己言听计从 就这份高情商 就是别人永远也学不来的 因此他在刘备心目中的地位 始终无人可以替代 公元219年7月 刘备今为汉中王 红的发子的法政 被拜为上述令总理军政 其实此时法政的地位 就已经超越诸葛亮了 文官只有太夫许静和太常赖公在法政之上 可这两人不过都是虚致而已 可以想见 如果刘备称帝时 法政还在 那丞相的位置将贵属何人 可现实就是这样残酷 仅一年过后 年仅45岁的法政就突然去世了 这对十年以60岁的刘备 打击简直太大了 这让他不仅失去了一位顶尖的谋臣 还失去了一位相知相惜的至交好友 这是有类从不清谈的刘备 挤旁统之后 第二次因为下属的死而流泪 也是他此生哭得最悲痛的一次 三国志中记载 先祖为之流涕者累日 就是刘备一连很多天 天天都在哭 为了彰显对法政的格外恩喻 刘备也给予了他一项 史无前例的殊荣 特赐嗜好义猴 这是刘备此生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给大臣追寿嗜好 义就是翅膀的意思 这也应了诸葛亮 对拥有法政之后 刘备状态的形容 泛然翱翔 可现在翅膀已断 刘备突然有了一种从高空坠落的感觉 整个蜀汉政权 从公元219年刘备称王开始算 到公元263年 刘善投降邓爱 一共延续了44年的时间 文武重臣之中 只有12个人在死后拥有识号 按授予的时间 分别是义猴法政 中武猴诸葛亮 公猴蒋婉 静猴废衣 中猴臣之 夏猴霸 十猴未知 壮谬猴 关羽 桓猴 张飞 威猴 马超 刚猴 黄忠 静猴 庞统 和盛平猴 赵云 事法上说 自律深远 约异 微身奉上 约终 刻定祸乱 约无 从评价上来看 诸葛亮的中武侯 肯定无语伦比 但而论珍贵程度 则应首推法政的义后 因为他是刘备生前 唯一一位有嗜好的大臣 剩余的十一人 则全部都是刘善在位时 才授予的 法政去世 仅一年后 刘备便执意要东征孙权 可惜这次再也没人能劝得动他了 仅剩的两位战术型高参 黄泉和马梁 一个被派到江北独军 另一个更是直接被打发到武林 安抚蛮族部落去了 果然 对于谋士来说 跟主公的私人关系 才是最重要的指标 试想 如果法政还在 刘备怎么可能不把他带在身边 如果法政在军中 当时已是焦头烂额的陆逊 又怎么可能一战而攻城 听闻前方战败 诸葛亮叹息的说 若孝之还在 肯定能够制止圣上东征 就算不能劝阻 也一定不会败的这么惨 至于赤威之外后 曹操喊的那句话 郭凤孝在 不始孤至此 何其相似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 在你拥有他时 他已是一一生辉 可当你失去之后 他将继续散发出 更加夺目的光彩 那种不可方物的璀璨 将愈加耀眼 愈加激起你的怀念 也会愈加撕裂你 内心深处的 那张隐隐作痛的伤口 那一刻 我们不敢想象刘备的心情 多年以来 冥冥中 一直有一个虚幻的希望 在指引着刘备前行 指引着他 不一起定 必胜拼杀 指引着他 负重跋涉 百折不去 但刘备 却从不认为 这是一个 可以实现的梦想 因此 也只能是 一步一去 鱼鱼而行 可当刘备 即将走到终点 关于被杀 法证去世的恶号 却一个接一个的传来 这份希望 就这样 在一个已经 触手可及的距离 突然破碎 对刘备来说 这是一个 何其不公 又何其残忍的结局 又又苍天 何伯于我 你还我云长 还我孝枝 公元22年7月 刘备回归白地城 仅两个月后 曹丕便大举难争 孙权得知刘备 并未返回成都 因而十分惧怕 坚决不同时 与魏蜀两国为敌 是孙权终生 恪守不变的原则 于是同年12月 孙权派太中大副政权 前往白地城 拜见刘备 希望重新缔结盟友关系 面对魏国 动辄30亿万大军的恐怖实力 刘备也在经历了 惨痛的失败之后 认清了现实 无数两国 只有联合起来 才能长久的生存 因此便接受了孙权的好意 并命太中大副宗伟 突使武昌 中断了整整三年的孙流联盟 迎来了复合的曙光 但此时 刘备的身体 亦是每况愈下 他预感到时日无多 便派人去成都 紧急征兆 丞相诸葛亮 准备嘱托后事 之前刘业就曾分析过 刘备之所以 要不顾一切的东征法武 其中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显示自己 还有多余的武力 以稳定一州复杂的形式 但事与愿违 一领之败 大大削弱了刘备的权威 同时 荆州集团的势力 遭受重创 也动摇了 一州各派系之间 本就不太稳定的结构 其中 汉家太守黄元 与荆州派的首脑 诸葛亮 就素来不和 他得知刘备病重 害怕诸葛亮掌权后 会报复自己 因而十分恐慌 当月 他听闻诸葛亮 已经去了白帝城 成都兵力空虚 于是便趁机起兵造反 公元23年3月 黄元率众 攻入蜀郡境内 烧毁了林穷城 当时坐镇成都的太子刘扇 年仅17岁 成都群龙无首 官员们各怀心思 居民百姓们则一片震恐 至终从事杨红 当机立断 他立即奏报刘扇 建议派将军陈乎和郑措 率本部兵马前去讨伐黄元 当时朝中的重臣 都在猜测黄元下一步的行动 他们一致认为 黄元要么会一鼓作气包围成都 要么就会经月西郡南下去 占据南中地区 可杨红却说 黄元性情凶暴 一向对百姓缺乏恩义 这两点他都没有能力做到 我猜他会选择顺江东下 观察主上刘备的身体状况 如果主上平安 他就会自己把自己绑了 主动请罪 如果主上出了意外 他就会逃奔东吴 所以现在让陈乎和郑措他们 去南安峡口挡着他就行了 刘扇采纳了杨红的意见 命陈乎和郑措率兵堵截 果然将其火捉 当月黄元被送往成都斩首 可此时刘备的生命 也已走到了尽头 他在给刘扇写的遗诏中说 我一开始不过是腹泻 很快却又转成了其他的病 看样子是好不起来了 人过了五十就不能算夭折 我今年都六十多了 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 只是牵挂你们兄弟三个啊 免知免知 勿以恶小而为之 勿以善小而不为 为贤为德 能服于人 你父亲我德行浅薄 不值得学习 你要多读汉书 礼记或诸子百家 有不懂的地方 就让丞相教导你吧 刘备共有三个亲生儿子 这一年 小儿子刘里只有九岁 跟着哥哥刘善在成都 只有二儿子鲁王刘勇在白帝城 于是刘备又把刘勇叫到身边 对他说 我死之后 你们兄弟三人 要像对待父亲一样 对待丞相 我希望你们能与丞相 共谋大事 随后 刘备正式向文武百官公布诏书 命丞相诸葛亮和上书令李延 共同辅证 同年四月 刘备病危 他将诸葛亮叫到床前 对他说 君的才干胜过曹丕十倍 一定能按帮定国 成就大业 如果太子刘善可以辅佐 你就辅佐他 如其不才 君可自取 千百年来 史学家们对刘备临终之前 说的这八个字 究竟是什么意思 出现了很多不同的解读 第一种说法认为 就是字面的意思 如果刘善不成器 你就废了他 取而代之吧 这表现了刘备对诸葛亮无与伦比的信任 第二种说法认为刘备 这是故意试探 并非出自真心 他在观察诸葛亮的反应 一旦发现苗头不对 就会立刻将诸葛亮处死 第三种说法则认为刘备的意思 其实是如果刘善不成器 则让诸葛亮改立刘勇或刘理为帝 相当于给了诸葛亮费力之权 并不是让他自己做皇帝 临终脱孤时说出这样的话 在三国时期并非刘备首创 早在二十三年前 孙策临终之前就曾抓着张昭的首说 若众谋不认识者 君便自取之 当时孙策拒绝让年幼的儿子接班 于是众人又推举孙策的三弟孙义 也被孙策亲口否定 所以孙策的话 完全可以按照字面意思理解 并且孙策后面又说到缓步惜归 意思就是如果孙权不行 就让张昭提领江东归顺朝廷 但孙策当年的情况与刘备并不相同 首先孙策去世时年级二十六岁 且性格开朗阳光 而刘备则是喜怒不形于色 城府颇深 其次孙策的官职只是一个讨逆将军 与张昭一样都是汉朝的臣子 区别只是以谁的名义 组建将军幕府而已 但刘备不一样 他是属汉的皇帝 取代刘善就意味着篡位 就意味着代汉自立 与王莽曹丕等人有何区别 所以刘备这句话 并不是赋予了诸葛亮费力 甚至自立的特权 而是给诸葛亮带上一套无形的枷锁 他深知诸葛亮 向往古圣贤的中统 见真 洁身自好 视明节为圣命 这句话一出口 诸葛亮必然会诚惶诚恐 感激涕零 死而后已的去回报这份天大的恩情 这就相当于为儿子在诸葛亮身上 卖了一份永不过气的保险 果然一听到这话 诸葛亮大哭不已 他痛哭流涕的对刘备 说出了那句终生不悔的誓言 臣感接古功之利 小忠贞之劫 寄之以死 这句承诺也为诸葛亮其后十一年的人生定下了基调 他将不计回报 不计生死的为了他老刘家的事业 鞠躬尽瘁岛最后一刻 至于故意试探一说 更是荒谬可笑 自己儿子什么水平 刘备不清楚 还是诸葛亮的性格 刘备不明白 甚至连诸葛亮会怎么回答 刘备都门清 要是连这点数都没有 他刘备还当什么开国皇帝 公元23年4月24日 63岁的刘备病逝于白帝城永安宫 他带走了所有的心酸和遗憾 却给心心念念的三个未成年的儿子 留下了一笔巨额的家业 一个沉甸甸的期盼 和一份如山的父爱 在辅政大臣的选择上 刘备可以说煞费苦心 不管论官职 人品还是能力 诸葛亮肯定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选 但让一个人单独执政 会使权力过度集中 失去平衡和制约 政治风险太大 所以不管是从辅助诸葛亮 还是牵制诸葛亮的角度 刘备都需要再去物色一个第二人选 鉴于诸葛亮是文官出身 这个人最好是个武将 起码要会带兵 否则起不到辅助的作用 官职还要够高 不然镇不住场子 当时赫赫有名的前后左右四方将军 关章马皇都已去世 手握重拳的武将并不多 只有渡江州市的义军将军赵云 渡南中的来乡都督李辉 渡汉中的汉中太守魏妍 和关中都督吴义 其次这个人不能再从荆州派里找 那样不利于团结其他派系 因此魏妍首先被排除了 义州派整体不被刘备信任 连掌握特殊技能的皇权都不受待见 更何况别人了 李辉是剑宁军的豪强大族出身 刘备只是利用他的影响力 来安抚南中的蛮夷 不可能将核心权力交给他 因此李辉也被排除了 赵云属于刘备的老部下 为人忠诚可靠 缺点就是年龄太大 史书中虽然没有记载赵云的生年 但他是在董卓讨伐难时期 受到了常山郡官民们的推举 这才算一兵投奔公孙赞的 当时赵云起码也得二十出头了 这样算来 他即使再年轻也比刘备小不了几岁 其真实的年龄应与张飞相仿 因此也不是合适的人选 剩下的刘衍和陈道等人官职太低 难以服众 这样一来 也就只能在东州派中选择了 吴义看似合适 但其实刘备对他的忌惮远超诸葛亮 吴皇后是吴义的亲妹妹 因此他属于外戚势力 东汉王国的教训就在眼前 吴义的弟弟吴班 也是朝中的重量级武将 吴家与益州经营多年 在军队和本地士族中的根子非常深 而且吴皇后并非刘善的生母 如果真让吴义参与辅政 诸葛亮能不能斗得过他们兄弟三人 都很难说 因此吴义也被排除了 既不能是荆州派或义州派 又要官职足够高 年轻有资历 忠诚还得会带兵 其实这个人选并不好找 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 一个人影 渐渐进入了刘备的视野 李延 李延自正方荆州南洋人 年少时便以才能卓越文明相礼 于是荆州目刘表 便征召他到郡州任职 公元208年曹操攻入荆州 刘从举州投降 当时的天下形势 看似已十分清晰 曹操正以摧枯拉朽之势 荡平各地的歌剧势力 除了梁州几个星星点点的小军阀 如寒隋 马超 宋剑 庸庸碌碌碌的张鲁 战战兢兢的刘张 胸无大志的视线 如袖未干的孙权 还有一个 极无立锥之地的刘备之外 天下重归一统之日 似乎已为时不远 因此那些京乡的名士和大儒们 无不叛曹操如九汉旺甘邻 比如福迅 宋忠 韩松 快乐 刘八 王灿这些人 随便另一个出来 都是一线清流 块头比李延要大得多 可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李延 却做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选择 当时他正主政子规 听闻刘从投降 竟投也不回的坐船去了成都 半点也没给曹丞相留面子 在赤壁之战以前的荆州 看不上刘备的人有的是 可看不上曹操的人却是凤毛麟角 要知道 即使是庞统和马良这些人 也是在赤壁之战后 才归入刘备帐下的 于是坚决不降曹 这枚亮闪闪的标签 也成为李延最大的政治资本 他被刘张任命为成都县令 迅速跻身成为东州派的骨干成员之一 刘备进攻成都时 刘张拜李延为护军 前往缅州督战 可李延到了前线 二话不说 便率众投降了刘备 把刘备乐得嘴都合不上了 既看不上曹操 又不忠于刘张 却唯独对刘备有着莫名的好感 试问这样的忠臣 刘备能不爱吗 于是攻陷成都后 李延被拜为星叶将军 领钱为太首 在刘张的一众老部下中 论官指 李延要排在许静 庞西和社员等人之下 可这些人大都是虚执 实权要远低于李延 杂号将军 还兼着川鼠腹地的大军一把手 并且拥有自己的独立武装 如果不考虑与刘备的私人关系 李延甚至与法政相比 也不遑多嚷 要知道法政也不过就是杨武将军 领蜀郡太首而已 之后刘备构建立法班底 制定蜀科 其中五位主要成员 就分别为诸葛亮 法政 一级 刘八和李延 而且李延还有一个特长 恐怕连法政都比不了 那就是他可以单独领兵作战 军事指挥能力颇具水准 刘备与夏侯渊在杨平关对峙时 属地千里酝粮 百姓们不堪摇曳之苦 各地盗贼风起 当时七线的马秦 高盛等人起兵叛乱 聚众数万进攻自中 李延没向刘备申请调兵 而是只带着本部的五千人马前往讨伐 结果大获全胜 马秦高盛双双倍斩 其余不重四散奔逃 随后岳西郡的遗族首领高定 率兵将新道线包围 李延迅速前往救援 再度取胜高定仓皇退走 刘备也对李延大加赞赏 公元219年7月 刘备尽为汉中王 李延位列11位领班劝进的重臣之一 排位仅次于法政 官职也转为釜汉将军 在刘备的阵营中 带汉子的杂号 地位要远高于一般的杂号将军 比如安汉将军弥足 地位就在诸葛亮之上 此时李延的这个釜汉将军 虽然不至于凌驾于诸葛亮之上 但明显比赵云的义军将军 要高了不少 刘备东征时 除了军事参谋皇权 属于特殊人才 其余一水的都是荆州系的班底 名词李延也被留在了前围 刘备败归后 正巧上述令刘八去世 于是刘备就让李延接任上述令 并随即征召他赶赴白地城 主持政务 这说明在刘备命诸葛亮到来之前 就已经打定了 让李延受命脱姑 参与辅政的准备 李延董政务会带兵 赵领文书粮草转运也是样样在行 关键还熟悉律法 这简直就是能文能武的全才 于是李延也开始纳闷 像我这种全能型人才 可是罕见的很 他罕见到一个国家 只能有一个就够了 否则不好发挥 魏国有斯满意 吴国有陆逊 可这蜀国究竟是他诸葛亮 还是我李延 受小说三国演义的影响 刘备的艺术形象 与其真实的性格相差非常大 小说里的刘备善良 憨厚还爱哭 整体上给人的感觉比较柔弱 于是那些不符合人物性格的事迹 也就权归了别人 比如鞭打独游 这么暴力的事 刘备怎么能干呢 还是换成张飞吧 比如袭杀车咒 这么残忍的事 刘备也不能干 还是换成关羽吧 再比如伯王坡之战 刘备先是故意败退 后又烧毁了自己的迎债 示弱 以吸引夏侯顿追击 最终大败曹军 这么高明的谋略 刘备要是能想得出来 还巴巴的三顾茅庐 请诸葛亮干什么 所以刘备早期 这一罕见的圣计 也被拱手让给了沃龙先生 做见面礼 还有长板阔之战 赵云费了那么大的劲 帮你救了老婆孩子 你能没点表示 这么无情的事 刘备不能干 怎么办 不行就摔个孩子吧 就这样 关张照外加一个诸葛亮 就都从刘备的伟大形象中 分走了一杯羹 简直是苦了我一个 幸福全天下 可拿走了 这一个个具体的事迹 也就在不经意间 抽走了刘备 那颗鲜活的灵魂 所以鲁迅先生才会说 遇险刘备之长后而近尾 装诸葛之多志而近妖 刘备自玄德 幼州卓郡卓县人 祖上为汉景帝留起的 第九个儿子 中山静王刘胜 祖父刘雄 举孝莲出身 官至东郡犯县县令 父亲刘红 在卓郡柔任职 虽然家道中落 但父祖毕竟还都有官职在身 刘备作为家中的独子 长大后某个一官半职 混口饱饭吃 应该不成问题 可无偿的命运 却早早地剥夺了刘备 安逸的生活 在刘备还很小的时候 年轻的父亲刘红便去世了 一家人的生计 突然没了着落 母亲没有改嫁 而是独自拉扯着刘备 靠给人制草席 卖草鞋 艰难的生活 15岁时 刘备在同组长辈 刘元启的资助下 获得了求学的机会 败到了大儒 卢职的门下 认识了同门师兄 公孙赞 两人接下了兄弟般的情谊 成年的刘备 长相很奇特 他身高七尺五寸 按现在的标准换算 就是一米八出头 手臂长 耳朵大 双臂下垂时 手指能摸到膝盖 眼睛的余光可以看到自己的耳朵 脸上没有胡须 他柴莫寡言 待人和善 喜怒不省于色 浩劫叫英雄豪劫 同乡的年轻人都争着和他交朋友 三国之旅说 中山国的马贩子张世平和苏双等人 有一次到桌县饭马 一见到刘备 便觉得这是个奇才 因此便送给他很多金钱 这事一听就不靠谱 你就是长得再有特点 也不可能有人白白送钱给你 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汉莫的马匹是一种昂贵的奢侈品 据自治通鉴记载 汉陵地光河四年 即公元181年 由于各地的豪强 垄断马匹贸易 一匹马的价格 竟然涨到了200万钱 饭马是一项极为暴力的买卖 缺点就是风险太大 容易被敲诈 甚至打劫 所以马贩子们 往往会不惜花费重金 沿途打点 以求平安 这种买路钱 现在有了一个更时髦的名字 保护费 这么一分析 张世平和苏双等人 为什么会给刘备赠送金钱 就很清楚了 这也说明了 此时的刘备 在道上已经混得非常不错 他的身边聚集起了 简庸 关羽 张飞 等一些本地及外地的亡命图 在桌县 这一亩三分地 只要背歌一句话 黑到白到 多少都得给点面子 手头阔了 腰杆子自然也就硬了 史诗中说 刘备虽然年少便得语名师 但却没有丝毫的书生气 他不怎么爱读书 而是喜欢狗马 音乐和华丽的服装 一副游手好闲的贵公子派头 与同时期八郡的锦帆贼甘宁 作风非常类似 如果放到现在 我们大概会这样称呼他们 地痞 在整个三国历史上 恐怕没有哪一个人 打的败仗能比刘备还多 公元184年 24岁的刘备带着一众手下 从桌线骑兵 投入到了镇压黄金起义的浪潮之中 有一次 刘备跟随青州从事 去征讨反叛朝廷的中山巷张春 两军在野外展开激战 刘备大败 来不及逃走 便躺在地上装死 等到叛军离去后 一个朋友用板车将刘备给拉回了家 那次 刘备受了很严重的伤 休养了一段时间之后 朝廷下了诏令 刘备拿命 换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正式官职 安喜县位 之后 刘备剿匪出贼 履历战功 一步步升至高唐县令 不想却被黄金军打败 只得投奔师兄公孙赞 被委任为平原县令 几年后 曹操为报复仇 东征陶迁 刘备前往救援 在谭县被曹操轻松击败 幸好张淼和陈公 在后方发动了叛乱 这才迫使曹操退兵 于是陶迁拨给了刘备四千丹养兵 表他为玉州刺史 团住在小配 自此 刘备脱离公孙赞 转入陶迁会下 同年底 陶迁病死 34岁的刘备 接任徐州墓 一年后 元树大局进攻徐州 刘备轻率兵马前往迎战 结果下批 却遭到了吕布的偷袭 张飞弃城逃走 刘备赶紧带兵往回赶 可等到了下批 部队也都跑散了 刘备只得南下去往广陵 结果又被元树击败 全军仓皇转战海溪 粮草进 人相识 刘备只得向吕布求和 再度回小配囤住 很快 刘备的兵力就超过了一万 吕布感觉到了威胁 于是亲自率兵前来挣讨 刘备大败 向西逃亡许昌 不久 刘备便第三次回归小配 得到了曹操的资助 他拉队伍的速度更加恐怖 仅一年多的时间 刘备手下的部众 就又超过了万人 吕布派高顺和张辽前来进攻 刘备再次战败 随后 刘备被曹操侵杀 刘备也再度来到许昌 关渡战前 刘备以堵截元树北上的名义 袭杀车州 攻占徐州 再次集合了一支万余人的部队 并击败了前来讨伐的刘代和王忠 可面对曹操本人 刘备没敢交战 便投也不回地逃往青州 在严禁 刘备和文丑 带着五六千起兵 追击曹操 却中了徐游的诱敌之际 被曹操用区区六百人杀得大败而归 文丑被战 刘备侥幸逃回 之后刘备在袁绍的派遣下 联合黄金贼刘僻 在汝南打游击 却被曹人率骑兵击溃 刘备逃回关渡之后 以帮袁绍联合刘表的名义 再度回到汝南 开辟敌后根据地 曹操派汝南太守蔡阳前来讨伐 结果被刘备斩杀 但很快曹操便击败袁绍 取得了关渡大街 他调转码头 准备亲征汝南 刘备不敢交战 随南下归附了刘表 公元202年 刘备趁曹操北上 征讨袁氏兄弟 率兵偷袭许昌 在伯望坡故意示弱 大败夏侯敦和于晋 并升勤敌将夏侯篮 赤背战前在长板坡 刘备的一万步兵 被曹操的五千虎抱骑 冲得溃不成军 最终紧率十几名亲信 乘船逃往下口 公元209年 刘备趁周瑜与曹人交战 而向南供取了京南四军 并在一年后 成功的在孙权手中 借得了江陵城 这一年 刘备正好50岁 这就是直到 庞统和法政等人 陆续加入之前 出道26年的刘备 亲自指挥的 所有被载入史书的战役 大小共16场 刘备赢了5场 输了11场 其中曹操堪称 刘备最大的枯竹 五次照面 刘备一次也没赢 其中还有两次 直接没赶交战 便主动败走 刘备短于指挥大兵团作战 手底下只要超过一万人 战斗力便开始出现负增长 他擅长带着千八百人 至多不超过三五千 去敌后打山地游击战 展蔡阳 败夏侯敦 就都是发生在这种类型的战斗中 因此单论军事指挥能力 刘备虽然不能说很差 但也绝算不上什么高手 最大的优势就是经验十分丰富 战略上刘备也习惯了走一步 看一步 驻扎在新野时 他曾因壁肉复生而煽然了一下 他不想虚度时光 他渴望成就一番事业 但却不知该从何处下手 只能干着急 所以陈寿才会说 刘备知道曹操容不下自己 为了免遭迫害 这才拼了命的与曹操周旋 而并非是为了争名夺利 说到底 刘备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 他战术能力普通 战略眼光也很普通 打了一辈子仗 还是胜多败少 像曹操这样的军事天才 足可以甩他八条街 他家庭出身普通 自身素质也很普通 他无甚才情 不会吟识做父 没有做高官的父亲 也没有一个英雄盖世的哥哥 甚至连个能帮忙的宗亲都没有 可就是这样一个普通道 不能再普通的刘备 却让我们无数次 找到自己的影子 是啊 我们中的绝大部分 都是普通人 既没有吕布那样高深的武艺 也没有袁绍那样夺目的门眉 既不能像曹操那样 天赋异禀 才华横溢 也不能像孙权那样 有份现成的家业 可以继承 更做不到像曹丕 或者流邪那样 生来就是帝王恭候 衣食无忧 我们的人生 只能像刘备一样 不停的去战斗 因为胜少败多 又不甘心久居人下 所以刘备大半生 都在颠沛流离的漂泊 他曾经去过夜城 受到了袁绍 出城二百里的隆重迎接 他曾经在许昌安家落户 与曹操出则同车 作则同席 他曾经两次来到京口 与孙权推杯换盏 促习常谈 与刘备非常熟悉的歌剧军阀 还有公孙赞 陶谦 吕布 刘表 和刘章等人 他的足迹遍布大半个天下 同时代里 恐怕没有谁的人生经历 能有刘备丰富 比如曹操此生 就从未踏足江南 孙权则一辈子 都在长江流域活动 连自己的地盘 娇州都懒得去看一眼 因此在汉末 如果两个相邻的大军阀 互相之间没见过面 这并不奇怪 但谁要说 没跟刘备谈过心 喝过酒 那就显得不太合群了 戎马孔总的一生 培养出了刘备敏锐的嗅觉 和一双毒辣的眼睛 他善于世人 更善于用人 汉中战后 他力排众议 拔着魏严与航武之间 东征时 他又大胆任用了冯夕 富荣等一众年轻的 众生代将领 临终前 他还不忘提醒诸葛亮 马肃严过其实不可大用 50岁之前 刘备兵少降落 没有固定的根据地 再加上出身不高 导致刘备 对世族人才的吸引力 严重不足 一些优秀的部下 纷纷脱离自己 另谋高就 比如田玉 千昭 陈群 袁焕 陈灯 徐树等等 这些人的离开 有的是被形势所迫 有的是想要寻求 更广阔的舞台 但他们却没有一个人 是因与刘备闹翻 而负气出走的 换句话说 是他们对不住刘备 而不是刘备辜负了他们 因此不管是谁 即使决意离开 也始终对刘备 心怀感激和歉疚 从不在背后 说刘备的坏话 比如陈俊明是袁焕 刘备做玉州刺史时 曾举荐他为茂财 吕布窃取徐州后 打算让袁焕写封信 羞辱刘备 但被袁焕拒绝 吕布再三强迫他 甚至把剑架在了他的脖子上 可袁焕仍然死活都不答应 其实袁焕的想法 与陈登和陈群等人并无区别 对刘备的人品 他们打心眼里是认可的 但奈何他们都出自世家名门 要首先考虑家族利益 曹操能给予他们的待遇和发展空间 刘备给不了 因此只能将那份感恩留在心里 带着祝福 不舍得离开 再比如黄泉 虽然他是在无路可走的局面下 才投降的魏国 但按照律法 将领叛国 留在成都的家人就应该被诛杀 因此 很快蜀国便传来了消息 说黄泉的家人都已被刘备处死 别人都劝黄泉赶紧发丧 可黄泉却坚持要再等等看 后来果然得到确切消息 当时确实有官员上奏 要抓捕黄泉的家人 却被刘备拒绝了 刘备说 是我对不起黄泉 黄泉没有对不起我 之后仍像之前那样善待黄泉的妻儿老小 虽然黄泉与刘备并无深交 但仍然了解他的为人 刘备不是曹操 对无辜的人 他是下不了狠心的 曹操爱讲荤段子 讲到兴奋的时候 就把脸浸到菜盘子里 孙泉则酒疯不正 喝高了就拿凉水到处乱泼 跟他们相比 刘备是个很无趣的人 他少言寡语 从不随便跟下属开玩笑 更不爱酗酒 但内心却要被他们善良的多 刘备的军旅生涯比曹操还要长 从24岁起兵到63岁去世 仅40年的时间 刘备从未图过一座城 也从未遗灭任何人的三族 即使是反叛重罪 也绝不牵连无辜 40年来 死在他手里的下属 只有四个人 反对称帝的主部庸茂 意图煽动造反的江阳太守彭杨 妖言惑众的后部司马张玉 还有就是义子刘峰 刘备幼年时父亲造王 刚在荆州打下了一片家业 相濡以沫的甘夫人便撒手人寰 60岁时又在无奈之下 刺死了刘峰 古人说人生有四大痛 即幼年丧母 少年丧父 中年丧妻 老年丧子 刘备占了其中三个 在刘备的人生中 有两个明显的转折点 第一个就是公元208年的赤壁之战 从那时起 刘备占据京南 有了稳定的根据地 庞统 马良 法正 等高水平人才 一个接一个的汇聚于仗下 地盘也开始迅速扩张 直至跨有京益 割据西南 三分天下 有其一 第二个就是公元219年7月的 汉中称王 这枚王冠一加冕 刘备的形势便急转之下 厄运也接踵而至 荆州丢失 东三郡被攻占 再加上怡陵那场大败 与刘备四人关系最好的四个人 弥足 关羽 张飞和法正 竟全部都是在这一时期去世 毫不夸张的说 刘备生命中的最后四年 充满了凄凉 失望和苦涩的离仇 他无力阻挡门阀士族的崛起 无能改变自己卑微的出身 更无法温暖那个寒冷的时代 于是嘲讽和敌意伴随了刘备的一生 一领战前 无数两国都在向曹魏示好 可他孙权可以 刘备就不行 曹操将他比作猎物 孙权称他为华� 张鲁说 我宁愿给曹公做奴仆 也不去当刘备的做上宾 曹丕则带给孙权的信中 直接称呼刘备为老鲁 张鲁说 我宁愿给曹公做奴仆 也不去当刘备的做上宾 曹丕则带给孙权的信中 直接称呼刘备为老鲁 言语中满是鄙视和不屑 在这些贵胄们眼中 刘备就算当了皇帝又怎么样 躺避挡车的贱民 知习范侣的老兵痞子罢了 可历史却牢牢记住了他 记住了他的勇敢和坚毅 记住了他的倔强和不屈 记住了他的不甘平凡 不懈奋斗 不死不休的精彩人生 记住了这样一个父亲 始终真诚的善待每一个身边人 却在临终之际教导儿子 自己不值得学习 记住了这样一个伪君子 宣称以人为本 在逃命的路上 也不忍心抛弃百姓 将所谓的假人假义 坚守了一辈子 记住了这样一个逆行者 在豪门大族垄断官场的时代 带着一群出身未贱的庶民 延续了大汉的荣耀与传奇 也记住了隐藏在他沉默的外表下的 那颗温暖而强大的心 用地图推演的方式 回溯中国历史 用通俗浅显的语言 传播华夏文明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就请订阅我的频道吧 感谢